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身相关的种种窘局都是严重的元气伤害的结果 比如有人不幸居住在了不好的房子里 虽然该房子不是凶宅 但是却会让人的元气慢慢泄露 原因就是有些不好的风水正在让你的气运转叉 以下就是会影响家中财运三种情况 如果你家里也有这些没注意到的点 一定要立刻改过来 1.门后订钉子 水为财 水又生木 因此木门一般都有敛财效果 如果钉上钉子 钉子为金 金刻木会引起破财 很多人会在门的背面钉一些钉子方便挂东西 其实这样是不好的 因为门在风水上相当于人的脸面 门上钉钉如同脸上长刺一样 如果大家一定要挂东西 建议去买无痕挂钩 中国知名风水师李亮德老师建议 钉子无论何处都要少用为好 古代是没有钉子的 2.门后有镜子 镜子是每个家庭中必备的用体力之一 尤其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 更是不可一天不照镜子 但从风水的角度 镜子却是种很阴很寒冷的东西 所以摆设时禁忌很多 要如何放学问很大 门后属于阴暗汇集处 家里的窝狗等一般脏物都在门后 镜亦属阴 若常置于脏处 会对家中财气起泄露作用 3.看门建冰箱 古时大家都是以食物换物 在风水里面 食物一直被视为财 别人一进门就把你的藏财数看清了 这样一招人惦记 招人惦记难守财 而隔去上开门不能直接进到冰箱 因为冰箱属于暗财库 开门集结暗财库 住户容易破财漏财 为何有的人总是不顺 有些朋友对于自己的不顺 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已经见惯不惯 这些都是很要不得的 在此大佬奉劝这些朋友 千万不要见怪不怪 因为风水就在我们身边 通过调理风水 能让某些怪事消失 也能让自己或家人 风生水起好运来 五地钱用法详解 只要照着做 定能帮你带来强大财运 人们通常会将五地钱 放在门槛下 用来划煞折服 但如何放置也是有讲究的 下面大佬就为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门槛下钱币的方法 在门槛下放五地钱的顺序 一 当人在屋内 面向大门屋外 从左到右的顺序时 顺至 康熙 雍正 乾隆 家庆 门外 顺 康 雍 干 家 智 息 正 隆 庆 门内 自头对着门外 自脚向内 明清 以左为尊 二 挂在门边或者大门的上方也可以 五地钱的风水作用和使用方法 顺至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五地 处于中国国力最强大的年代 时代相连 国运昌盛 社会安定繁荣 帝王独尊 百姓乐业 钱币铸道金粮 牛通十九 得天地人之精气 故能镇宅画煞 并兼具旺财功能 五地钱用于化解来自门口的煞气 在屋内面对大门 按照从右至左的顺序 把顺至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五地钱 放在大门的门槛下 同时要求 古前自脚 向内 及前面向上 由皇帝明示为字面 假若将自脚向外 会招致宅内泄气 如果大门不能做门槛 可将五地钱串好 挂在门槛上便可 五地钱用于个人 辟邪转运旺财 可将一串五地钱 顺序串好 配戴在身上 可放在钱包 手袋内 或吊在手袋肩带上便可 把五地钱用历史风包拖 然后放入银包 或者是手袋之内 即可 五地钱用于 新居住火 旺宅旺财 将五套五地钱 分别顺序 方便在屋内四个角 及中央 因为屋内面积较大 所以不能用一套五地钱 因为其力量是不够的 五套五地钱的方法 是面对大门 左方角放五个顺智 右方角放五个康熙 中央放五个雍正 后左方角放五个乾隆 后右方角放五个家庆 由于这个做法 要求将五套五地钱埋在地下 所以最好是入户前做好 五地钱如何开光 不管是五地钱 还是其他风水物品 都是需要开光 才能具备相应的风水功效 而开光则需要 一定修行的大师才能进行 并非人人都能 所以开光 开光后的五地钱 最佳安放时间 是早上七点到九点的 龙抬头之城时 开光后的五地钱 不易给外人接触 如有污损 易更换汁 或者用一点盐水擦拭 晒开后 再于测试早晨安放 如开光后的五地钱 需要更换 用红布包着 放在寺庙相处处回收处 或者十字路口 让其灵气散去 五地壁可以化解 哪些煞气呢 1.住宅门对楼梯 楼梯向下 卸宅之气 才留不住 容易破财 楼梯向上 形成煞气 影响健康 容易受伤 2.门对电梯口 主才来才去 又犯开口煞 不离家运 3.门被墙角冲射 俗称非刃煞 主损伤 车祸雪光之灾 易配合皮球或八卦镜等 4.犯路冲 主损人 意外雪光 扩材官非等 易适合皮球或八卦镜等 5.返公路 主损耗财气 拒之不安 6.拱门 俗称胆牛胆 右翼招引桃花 不离昏运家运 1.加挂珠帘 7.房门对厕所门 主案及 秘药系统毛病 易加挂珠帘 8.房门对厨房 主车祸 血光之灾 易加挂珠帘 9.房门对房门 主意招热口舌是非 易加挂珠帘 10.摆放心库 或收纳机内 可增进财富 11.戴身上有力排运 偏财运 据提升运气 和招财功用 12.安神明如内 可辟邪 兼忘财运 家运 13.暗勾煞 令人财来财去 守不住财 2.五帝币 除了在风水上 有用途外 对人的运气 也能产生良好的影响 1.可以辟邪 以免被邪灵骚扰 2.增加自己的运气 不妨试试在打牌时代上 赢得机会较高 把五帝币用历史风包妥 然后放入钱包 或者是手袋之内 便能增自己的运气 3.犯太岁者 需要五帝钱来 避邪党灾 3.关于五帝币的运用 有一些摆设要点如下 以便能正确地运用风水的力量 1.旺财旺宅器 于客厅办公室神卫等地方 安置吊挂一串 欲以趋吉避凶 2.催财 悬挂安置于宅中财位处 1.可放置在金库保险箱中 3.保平安 可悬挂在汽车中装饰且保平安 4.画五皇煞 每年的五皇心都会飞到不同位置 1.在五皇大厦方吊挂一串五钱币 1.画屋宅之五皇煞气 5.画太岁方 每年的太岁方位皆不同 所谓屋在太岁头上动土 可在每年宅地的太岁方挂一串 以画太岁方的冲上 6.画开口上 物宅大门直冲电梯 停车场马路向下向上楼梯 等间为开口上 应在进门处吊挂一串 予以化解 7.宅内房屋对冲 厕所 厨房邮盛 亦在门上各吊挂一串 画写并装饰 各房间门对冲者 对此称为对门队 瞎骂门 8.屋外对冲 庙口神台游慎 阳台窗户向外看出庙宇 别房屋角 电箱 电鞋杆 铁塔等 解主大凶 亦在该处悬挂一串 予以化解 都市庙宇 神台灵力 内住神 外聚魂 与之为灵 刀刃不宁 也一挂之 原来武帝庭的用法 也这么有学问 请各位朋友 以后不要再傻傻地乱摆了 摆对地方 用对方法 才能够真正的 招财解煞 保你们运势顺遂 财运滚滚来 你剩余几月 那就是哪枚股钱 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你是否想过 在你初生的那天 你就与其中一种钱币结缘 而且可能 这枚钱币 就是你的幸运钱 股钱币 其实也有其自己的性格 对应着 你同样的专属股钱币 接下来 就一起来看看 你是哪枚股钱币吧 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吧 出生于一月 贝壁 又呈耻贝 性格温柔 喜爱和平 是个情感丰富的浪漫主义者 缺点是容易为一点小事就受伤害 出生于二月 勤半两 又叫两不钱 又独立精神的野心家 因为包容心强 又喜欢照顾别人 身边会围绕许多仰慕者 出生于三月 原浅 又叫原金 原法 还钱 脑筋动得很快 拥有适应变化的能力 喜欢遮求刺激 较难碍于现状 生于四月 六全 一旦下定决心 便充满干尽 全力以赴 这种个情的人朋友多 敌人也多 出生于五月 不必 善解人意 又富有不爱心神 容易感情用事 也容易受到环境左右 出生于六月 错刀 意志力旺盛 不服输 独立心也十分旺盛 需注意 不要流于莽撞情势 出生于七月 治前 头脑清楚 好奇甚旺盛 乐于追求快感 又形势冲动 不可思议的运气 总是很好 很少失败 出生于八月 元宝 具有华丽高贵的气质 对各种事物都抱有兴趣 尝试丰富 教育良好 出生于九月 刀比 平常看起来温柔体贴 其实主观很强 有时候会出现大胆行动 让身边的人大吃一惊 出生于十月 开源通宝 认真而且责任感很强 只要不刚复自用 做生意成功的几率很大 出生于十一月 对钱亦成对品 对死钱 看事情不求深入 随着好奇进行动 到处积累经验 个性独立 热爱自由 出生于十二月 招纳信定 有个性 感情也丰富 拥有应对各种状况的机制 若能掌握时机 成为成功人士的机会很大 特别提醒 八字风水不是迷信 正确地利用一斤风水 化解命中难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